好 各位同學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第一個單元叫做科學方法 那科學方法其實在國一的一開始就提到這個過程 那什麼是科學方法呢? 科學方法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套有邏輯 有系統的對一個問題進行研究 並且提出正確的可能的一個方法 成為科學方法 那科學它是一個講求邏輯 講求真實性 講求要有證據 所以這些必須滿足的才是一個科學方法 那其實科學方法有七大步驟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 科學方法其實主要有七個步驟 第一個叫做觀察 第二個叫提出問題 什麼提問 第三個稱為文獻探討 第四是提出假說 第五是設計實驗 第六是結果分析 第七個是結論 好 那我就來介紹一下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其實它可以應用在科學研究 你剛說同學們在這個階段 可能有同學會參加所謂的科展 科學展覽 那老師本身也有指導過很多的科展 那我對於這個科展 其實就是要求學生同學要符合這套過程 你就能夠達到一個目的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老師現在在這個教室 我就聽到很多禪在叫 禪 禪的叫 我們說禪名 所以第一步我先觀察到 可能是你聽到或是你看到 或是你聞到什麼味道 所以這稱為叫做觀察 觀察的話可能 像同學如果要參加一個科展 你可能平常就要去觀察 自然界的現象對不對 比方說禪或什麼叫 是哪一種禪在叫呢對不對 所以這是觀察 或者說你可以從一些雜誌 或是新聞媒體報導 有些時候會報導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你想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都屬於觀察來源 所以你可以看 你聽到的 你把你所看的 你所聽的 或是新聞 或是像這個雜誌等等 有些很好的雜誌 像科學人 科學院刊 或是 什麼牛頓雜誌等等 這些都 在報導很多 最新的科學的研究 所以同學如果你對科展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這些方式來獲得 一些靈感 那我舉禪名來說 我現在聽到很多禪的叫聲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問 為什麼呢 我們人都有好奇心嗎 我們會問說 為什麼禪 禪會在晚上叫 為什麼他要叫 所以你可以問 誰在叫 或是他為什麼要叫 叫多大聲 等等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問題可以討論 是誰在叫 禪為什麼要叫 禪呢 他怎麼叫 他是用哪一個地方叫 他是有發聲器的動罩 你如果去觀察他身體 可能會看到有兩片發聲器 所以呢 有很多的問題 他如何叫 還有號 所以 這些叫做提出問題 我們當然會有很多問題 那科學就是一個要解決問題的一個 一門學問 所以呢 我們關於禪的禪叫 其實如果你去查文獻 你可能就會看到很多國家 他們做的研究 你可以用Google 我們做研究之前要先看看別人是不是已經做過 如果別人已經發現了 那你只要看他的文獻 你去看他會怎麼做研究的 通常就可以得到解答 比方說禪為什麼會叫 有些旗派就是說 因為他要求 所以呢 有些旗派已經告訴你 有些文獻告訴你說 他其實目的是為了求 所以就說 原來是為了求 答案就解決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知道說 那為什麼可以求 難道他聽得到嗎 他怎麼聽的對不對 還有呢 為什麼求偶要用叫 為什麼不用這個 別的方式 為什麼不用很漂亮的顏色 為什麼要用叫 所以呢 你必須收集完整的文獻 例如你可以打Google Google你可以打禪 名叫 或是甚至你打英文的 或日文的 你會收集到不同國家的文獻 然後呢 還有可以看一些期刊 像有些昆蟲學報 或是一些對於這個 研究昆蟲的這些期刊 可能就會告訴你 有人研究過 也許不是你想要問的那種禪 但是你可以從別的那種類型的禪 來知道 為什麼你還要叫 還有我們台灣有所謂的 碩國式各文網 你也可以從上面得到 比較正確的消息 那通常呢 在Google的時候會比較大問題是 資料非常多 那同學就必須要用不同的關鍵字組 比方說你可以殘免你在台的機制 為什麼它是這樣叫 如何叫 原因是什麼 所以你在Google的時候 第一個同學要記得就是要有判斷 不是所有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有些時候很多新聞報導 很多媒體報導 很多報章雜誌 都是錯誤的 所以同學必須要有判斷力 那你把你收集到文獻做的整理 這時候呢 看看有沒有解答給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就可以繼續往下一步 提出講說話 比方說呢 文獻可能告訴你說 殘民是為了求偶 但是你就想說 那怎麼求偶的呢 好像沒有講到 或是說到底要叫多大聲 那為什麼要一起叫 為什麼不一隻叫就好 為什麼不白天叫到晚上叫 所以這時候你就提出假說 你可以說 因為晚上叫呢 可以讓它避免被天底發現 因為天底可能晚上看不到 可能有一些鳥晚上就看不到 就休息了 所以呢 你提出一個假說 可能是什麼對不對 比方說 你可以說 可能 可能是晚上叫的時候呢 天底就不會發現 所以你要提出一個可能的原因 這種麻稱文叫做假說 那為什麼叫做假說的假 就是不是真的嗎 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還不確定 如果確定了才能說 這是正確的說明 所以還沒確定之前呢 就叫假說 或者比方說 你今天看到同學一個人沒有來 你可以說 他可能出國去玩 這就叫假說 就是 不確定 但是可能 或者說 可能他生病了 也有可能 所以假說呢 你就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發揮你的創意 去找到任何可能的原因 但有些時候假說可能超過你的理解 所以你的文獻力就要收集夠完整 才能夠提出比較好的講說 看看別人怎麼提的 好 所以提出原因之後呢 接下來就怎麼樣 我們要去證實這個原因 對不對 好 設計實驗 設計實驗很重要 你要去 在實驗中分成兩個組別 一個叫做實驗組 一個叫做對照組 為什麼要做實驗跟對照 就像說 我們知道那個美容 護膚他們很喜歡這樣做 化妝品 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前呢 摸耳磚倒會對不對 使用後呢 皮膚就非常漂亮 大家就很有可信念 欸 那我用了應該也一樣 那一樣的道理 在做實驗設計也是一樣 使用前跟使用後 有什麼差別對不對 那以產品來說呢 如果我要提出的假說是天敵對不對 天敵 你可能一起叫的時候呢 晚上叫的時候呢 天敵就不會發現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個天敵來 比方說他的天敵是一種鳥類對不對 那實驗組呢 就讓他怎麼樣 那不易讓那個禪在白天叫 你可能讓他以為在白天叫 你就是可能控制他的那個身體走起來 讓他以為 總之就是 讓他白天叫 然後呢 另外一組呢 就是一樣 不做任何處理 讓他 保持原本的樣子 晚上叫 那你就一個讓他白天叫 又讓他晚上叫 看這個白天叫的這個禪 是不是會被吃掉 那去統計那個機率 就是可以得到這個實驗的結果 或者說呢 比方說產品 有人說是跟這個求偶有關係 求偶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實驗呢 我們可以 實驗組就是讓他怎麼樣 不能叫 那對照組就是讓他還是繼續叫 因為他騙著就會叫 所以你就不做處理 那實驗組當你把這個產能 讓他不能叫 比方說你把他的發生器呢 把它黏起來 用膠帶把它黏起來 讓他叫不出來 A組是叫得出來 就叫不出來 那你就看看呢 他們求偶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然後就誒 實驗告訴我 我抓了50隻蟬 一個不讓他叫 一個讓他叫 不讓他叫 結果他都不能叫 可以成功 但他只有兩隻有成功 那可以叫的 不做處理的 他誒 成功率90% 所以就告訴人家說 你看 因為這個處理 所以你看蟬會叫 不會叫 不會影響他的求偶的結果 所以就是一個很經典的實驗設計 那做完實驗設計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 很多組的實驗對照 那最後再去分析你的結果 提出一個結論 最後結論就說 欸蟬的確會叫 而且呢 他是跟蟲有關係 那麼他們喜歡在晚上叫 因為天底才不會發現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 科學方法的過程 所以同學如果你有機會 你可以去參加科展 也許你就可以了解到 這些科學的過程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知道實驗的第一步 就是要有這個觀察 所以科學的第一步呢 一定要做 很仔細的觀察 那第二步呢 還有第二步呢 提問 那文獻探討也非常重要 要收集足夠的文獻 才能夠做好你的實驗設計 那麼呢 提出假說之後呢 要進行實驗設計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為大家介紹 實驗設計的一些細節 因為在這個科學方法裡面 最困難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做實驗的設計 因為實驗必須設計得很精巧 才能夠得到你要的答案 所以實驗設計就相當 你去問了一個問題 然後並且呢 找到一個答案 好 那實驗設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實驗當中其實會影響 實驗的因素有非常多 比方說呢 我想要研究這個 維他命C 能不能這個治感冒 因為過去有科學家 非常支持這個說法 就是說 維他命C 到底能不能預防感冒 維他命 好 假設一個問題 叫做維他命C 能否 預防感冒 好 好 這個問題可能有些同學說 欸 我感冒的時候都會吃維他命C 我覺得它應該很有效 所以我認為維他命C 應該可以預防感冒 那有些同學說 我吃了你怎麼差別 還是很想睡覺 所以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果我針對這個研究 我想要設計實驗 我要怎麼做呢 好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維他命C 跟感冒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是在探討 維他命C 跟感冒有什麼相關的 好 那我們剛剛說到實驗當中呢 有時候的實驗 就是對調主 對不對 其實實驗影響實驗的因素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類 好 一類叫做控制 叫做操作便移 操作便移 第一個便移叫做操作便移 或操縱便移 這邊的便移指的就是因素的意思 就是影響它的因素 好 第一個叫做操作便移 在實驗中呢 通常都有三種便移 第二個我們要叫控制便移 就是你要控制 讓它不能便移 只要控制便移 第三個呢 是叫做音便便移 好 那我來為大家介紹這三個便移是什麼 首先呢 操作便移 先介紹操作便移 操作便移指的就是 在實驗中唯一的改變 在實驗中 實驗中唯一你用人為去改變的 實驗中 唯一 不同的 就是實驗幾分道組唯一的不同 就叫做操作便移 好 那比方說呢 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欸 維他病基因能不能預防感冒 那我就可能要分成兩組對不對 好 那實驗組的話呢 我可能就是怎樣 讓他吃維他命C 好 所以在這個實驗當中呢 這個實驗組呢 指的就是 好 就是服用 維他命C 每天都吃 那對照組是什麼呢 對照組是你平常就沒有在吃啊 那當然對照組就是不做任何處理 就叫做 對照組就是 沒有吃維他命C 那另外在做藥物研究 通常都 有些時候會有心理作用 也會影響到那個 那個人的想法 那個人的身體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你覺得說 欸我吃的這個很有效 所以我相信我一定不會感冒 欸那真的就不會感冒 欸那真的就不會感冒 所以有些時候是心理因素 所以通常我們做這種事 就是不能讓對方知道你在做實驗 或者說你在做實驗 可是你不告訴他你在做什麼實驗 讓他不知道 避免這個心理因素的干擾 所以呢通常呢 對照組就會服用什麼 還是給他吃東西 但是服用的東西叫做安慰器 可能就是糖果的科 可是還是不讓他知道說你在做實驗 我們就會用安慰器 安慰器通常就是糖果之類的 就是不會影響實驗的結果 但是呢 讓他感覺到 他好像又在吃 所以呢 我們就把 把來的這個病人 欸不是病人 就是把 假設是你在一個班上 就把班上40個同學分成兩組 20個人呢 就是每天服用維他命C 那另外21個人就每天怎麼樣 都吃安慰器 就糖果 好 那麼接下來呢 什麼叫做控制便利 所以在這裡面 唯一的不同就是 有跟沒有 有吃跟沒吃 維他命C 所以就是 維他命C 有跟沒有 有 而 無 有吃跟沒吃 就叫做操作便 一組有吃一組沒吃 好 那什麼叫做控制便利呢 控制便利指的就是說 你這個實驗呢 必須 除了這個因素不一樣 其他因素都盡量要一樣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找一個老人 一群老人 跟一群小孩 然後你都吃維他命C 要比較 那這樣就不知道 到底是因為他身體比較老呢 才造成他感冒 還是因為他年紀小 所以呢 我們控制便利 希望他怎麼樣 其他的條件都要控制 不要 其他條件 應該都要相同 比方說 我們說維他命C 能否有育毛感冒 如果我要做實驗 可能就是我找一群 怎樣 年齡 體重 性別 也許說 教育程度等等 全部都盡量都一樣 所以呢 比方說 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年齡應該要一樣 對不對 不要影響說 因為年紀老的關係 所以才是感冒的嚴重 所以年齡 還有呢 體重 有些人比較胖 有些人比較輕 可能這也會影響 年齡體重 還有性別也許也會影響 所以呢 這些等等都要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要相調 來做實驗 才會比較 得到比較可信的情況 所以 如果是我要做這些 我就會找到一群 年齡體重 性別 都很相似的人 而且呢 數量就要越多 就是你的實驗的範圍 不要只有20個人 可以找100個人 那大部分醫學研究 都會找很多很多人 幾萬人以上多個 好 所以呢 這叫做控制變異 這些年齡體重 性別都應該要相同 那最後的是 陰變變異 陰變變異指的就是說 它的結果如何 它所影響的結果 我們知道維他命C 那我們要看好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感冒 有沒有感冒對不對 所以呢 陰變變異什麼呢 就是 感冒的機會對不對 感冒 我們應該先講它 第一 第一就是 實驗 實驗的最後的結果 對不對 實驗 的結果 觀察 好 比方說 這邊有兩組 實驗組跟對照組 假設 假設 實驗組 100個人裡面 經過一個月來 100個人 實驗組 100個人只有 5個人有感冒 那另外一組 對照組就是 我沒有給他這個 沒有給他吃任何的維他命C 那100個人呢 結果一個月之後呢 夾正同一個時間 一個月之後呢 有25個人感冒 那你就會發現說 看起來呢 實驗組真的比較有效果 因為吃了維他命C 他就感冒就比較少 那這個一個月後呢 得到感冒的人數是25個人 所以呢 這個實驗結果 就稱為這樣 音變變音 所以就是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們所要探討的 就是感冒的發生機會 感冒的機會 例如 在這個裡面呢 指的是感冒的人數比例 是我要探討的 這個 音變變音 好 那這個比例 跟這個比例去做比較 最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 到底 維他命C 有沒有真的能夠預防感冒 我提出一個可欠結果 吃了好像是 感冒的人變少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 實驗的設計 所以呢 當你有這些結果之後 你可以告訴人家說 當然說 其實 後來真正來科學研究 是發現 維他命C 並沒有很顯著的 預防感冒的效果 如果你去看請看的話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假設的實驗 所以同學可以想想看 你生活當中有哪些例子 你可以去設計實驗 並且去做探討 那也許你也可以參加科展等等的 這就是科學 今天所介紹的科學方法 謝謝